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位老师对着一名学生又揪耳朵又扇巴掌 而班级里的其他同学就在一旁看着 老师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小黄说了 自打他看完视频里的这一幕 他这当妈的心都要碎了 我就想了可能是拍一下或者是调皮的什么 我就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 说妈妈如果我死了你是不是很伤心 我当时就觉得小孩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说你胡说什么呢 然后他说老师那么大的手 用那么大的筋打到我的脸上 我真的觉得脸都是太晕了 一开始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 小黄心里也没太在意 可日子久了 这小黄心里便犯嘀咕了 难道孩子真的在学校被老师打了 又到底是为了啥事呢 之后他便去了学校 想找孩子的老师和学校校长了解情况 但校方却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跟老师也沟通了 我把视频也看了 你所说的老师抽孩子的耳光 根本是不存在 是这样子的 就是孩子说的可能也不太清楚 你要相信你玩的 不是说我相信谁的 我就是说那咱可以把视频 调出来看一下这个可以吗 你是没有权利看视频的 校长这样的回答让小黄觉得很委屈 为了弄清楚事实 小黄报了警 这才调出了班机的部分监控视频 我真的很愤怒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这么严重 是超出我的想象 我真的很愤怒 我气得腿都在发抖 我觉得孩子以前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都没有当回事 小黄向咱提供了四段监控视频 画面中 她的孩子杨阳坐在教室最前面 讲座的旁边 频频对孩子动手的 正是一年级五班的班主任贺老师 而这些监控视频片段中 这位贺老师前后对杨阳动手11次 有明显的揪耳朵 掐脖子 扇巴掌的举动 在老师调座位之前 没有跟我说过 孩子的什么 在学校什么表现 老师从来也没有跟我说过 我也问过 但他从来没有回复过 我微信里也问了很多次 包括那个座位 他也没有给我回复 他说我是特殊的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特殊吗 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电话中 杨阳说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对待他 现在再提起这位贺老师 杨阳就只有害怕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杨阳都不敢再去学校 那么究竟为什么杨阳在学校 会有如此的遭遇 校方对这件事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都未来 都未来 现在没有一位校方负责人在 就是几个校长的 随后我们电话 联系了小学的毛校长 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学校的处理意见就是 给这个老师停职了一天 然后罚了两千块钱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我回去上学 就让我回去 就还是回去上 如果不愿意回去上学 他们只退给我学费 然后我这边就是 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呀 小黄说 贺老师是这所小学的 一年级五班的语文老师 也是班主任老师 从班级群的聊天记录看 贺老师在10月29号 以压力大身体不适为由 一度暂停班级事务的管理工作 之后又恢复了正常 而杨阳因为害怕 一直说不敢再回学校上课 小黄只能想办法 尽快给孩子办理转学 但事发突然正值其中 孩子去哪上学成了问题 几经辗转 小黄将情况反映给了市教育局的信访部门 今天教育局方面也做出了回复 他们只能解决公办的 民办他们解决不了 我觉得我孩子原来上的是民办的 然后现在上公办的话 牵扯一个这个上学远近的问题 因为要上六年 我现在就要求就是说是离我最近的 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就是通缉的 目前小黄仍在为孩子上学的事四处分拨 警察对此事也介入了调查